歡迎收看小明星,我是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的重點要放在用圖解法來解絕對值的問題 終於遇到不是X開頭了 我們前面都講說X減什麼就是X到什麼的距離 X減2是X到2的距離 那如果是2X加5呢 那其實很簡單,我們把2提出來就好了 它絕對值裡面的正係數可以被直接提出來 所以2X加5的絕對值它是兩倍的X加5的絕對值 所以它是X到注意-5.5 加5.5是減-5.5 然後我們來畫圖 到2的距離是到5.5距離的兩倍 那首先我們當然先關注中間 結果它要離2比較遠 因為它是另外一邊的兩倍嘛 它會落在這裡 那如果有這個眼尖的同學應該就會發現 這裡其實可以用分點公式 那要不然你也可以就是去算 整條除以3啊 加這個這樣 如果用分點公式的話 這個會乘到的權重是2喔 所以-2分之5乘2加2 是-3除以 總權重是3 這裡是-1 那如果我剛才用嘴巴做計算 你沒有跟上的話 自己按暫停 自己用分點公式做 所以這裡是-1 之外呢 其實這題還有一個答案 在兩側可能會有 那因為我們知道 它到2的距離是比較遠的嘛 因為它是到另外一邊的兩倍 所以到2距離比較遠 它不會在2的這一側 因為這裡一定是離2比較近嘛 所以它的另外一點在這邊 然後它到2的距離是到這個的 兩倍 那你就會發現這段也是1 那因為這段是4.5 所以它是-2.5再-4.5 所以是-7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-1或-7 可以嗎 那類似的問題我們再做一個 那在這裡呢 我們遇到一個跟剛才沒有看到的情形 就是說這個3-2x 這個2x前面竟然是負的 那我們前面都說x加多少 或x-多少 那如果x自己本身被減怎麼辦呢 我們要把它調整成是 x前面是正的 怎麼調整呢 乘-1啊 你把3-2x乘-1 那就會變成是2x-3 這樣子 有的學生會想說 我不能平白無故乘-1 所以我是把-1提出來 放外面 它會把外面這個地方變減 這樣反而錯囉 因為在絕對值裡面呢 我們就是可以平白無故乘-1 再來前面講過 因為絕對值-a會就直接等於絕對值-a 因為你如果a是3好了 那絕對值-3等於3 你如果a本身是-3 a是負的 那負的-3變正3嘛 絕對值正3也等於絕對值-3 就是說因為絕對值就是會把那個 不管你是加的負號才變負的 還是本來是負的加的負號變正的 總而言之都會讓他們變正的嘛 所以絕對值裡面 乘負號 但是你要注意你要把它整個乘負號 是不影響絕對值的結果 所以外面都不用動 你也不用等號兩邊同乘負號 不用 就是裡面自己乘負號就好 那所以說這一題都可以變成這樣子 就是我們把2加x 改寫成x加2 然後把3-2x 直接改寫成x-3的時候呢 再把它換成 兩倍的x-2分之3 等於5 然後畫素線 所以x到這個-2的距離和到2分之3的距離 這個的兩倍合起來是5喔 我們先來看看一下這整個 整段合起來是整段是多少 這是2-2這是1.5吧 整段合起來是3.5就是2分之7 所以這樣子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們就用未知數算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放這一題 就是放一題 不容易一眼看出來的 那不容易一眼看出來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是 左邊是A 右邊就會是2分之7-A 那於是這一題就會變成是 2分之7-A加2A等於5 對不對 那所以變成這裡是1A嗎 等於 這個5減掉 2分之7是2分之3 1A是2分之3 注意一下喔 我們的這個x是從 2分之3往左退 退2分之3 所以其實x是 0 這是他如果在中間的時候 我們來檢查一下 這是0的話離這裡1.5 離這裡2 所以1.5乘以2 加2是 就3加2是5 對 所以這個位置是0 那除了這個位置之外呢 他也可以在 右邊 他如果在右邊 你把這裡當成B 注意這裡要變成 我們剛才這裡A 這裡是2分之7-A 這裡B的話這裡是2分之7加B 1 那於是你的四值就會變成是 2分之7加B加2B 等於5 所以3B 會等於 2分之3 B是2分之1 那所以他是從2分之3再加2分之1 x其實是2 所以這樣就有2個x了 那我們來看看右 左邊 那左邊這裡呢 一樣 找一個地方畫 那我們這次要畫什麼 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是x的話 那這裡我們寫C 那連到這邊 這是2分之7加C 於是就有 注意是一個C加 兩倍的2分之7加C 我們這裡直接寫7加2C 你想要寫得詳細一點 自己寫詳細一點 等於5 於是你就會發現 3C等於 -2 c等於-2 這是不合的 因為我們的C 這個一定是正的 所以呢 這邊沒有 只有這兩點 答案是0或2 這樣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 那我們在這裡 利用這個問題 來看一下這個分析法 絕對值x-2 等於-2x加1 重點是 絕對值的外面 還有x 就是這個啦 它在整個絕對值的外面 還有另外有位置數寫到外面的 不在絕對值裡的 那個就不能突解了 這樣是不能突解的 那不能突解 你就只好分析 示範了兩個錯誤的方式 如果是階段性結論的話 然後說這個 正負x-2 把它去掉加正負號 然後 結果呢 如果它這裡寫正2 這樣導出來 x是-1 x等於1 如果這裡寫-2 導出來x是-1 所以你會覺得答案是正負1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題的答案只有-1而已 正1這個是錯的 如果你今天解同平方的話 也是把兩邊都平方的解出來 答案會有正負1 答案會有正負1 那其中的正1這個也是錯的 那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會一直容易有錯的情形呢 這裡有說明 我們上一次有講 因為同平方的時候會增根 同平方的時候會增根 會導致你多出一些不是原本的答案 那熟練的老師他還是會用這個方法 他還是會做對 因為他會跟自己 他可能也會教學生說你用同平方 然後你一根一根去檢查 那我不建議的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如果是不等式 你用這個方式做 你那個不等號就會很容易跑掉 就是你很容易估錯 所以就是對 基本上不建議 但是沒有要跟大家這個引戰 來看看分析法 哎呀題目拿掉了 絕對值x-2 -2x-1 因為他只有一個絕對值而已 其實蠻簡單的 如果x大於等於2 或者如果 小於等於2 如果大於等於2絕對值拆掉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得到3x等於3x等於1 但是怎麼樣呢 我們前面其實有講到 你用分析法的時候要檢查前提 你就會發現他 與前提不符 如果x小於 所以這個不能要 如果x小於2 那這個減起來是負的 所以會變成 絕對值拿掉 變負x加2 等於負2x加1 於是移向過來就會得到x等於 負1 那他有小於2 所以這個可以 所以讓答案是這個 好那我們這樣就算到這裡啦 下一集要跟大家介紹 要不等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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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